最難相處的英文名字 Tina 主管都叫Tina 很多朋友叫Steven 然後都滿佳的 你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你的英文名字好聽嗎 我們上街訪問大家 Hi what's up I'm Chang 是歌手還有KOL 我的英文名字是Chang 是范城章的陳 的直番 聽起來比較有中華 性感的感覺 哦那Gizelle有嗎 Gizelle 很難相處 Sholin Sholin 那來跳一段 對來來來 真的 不要 我的中文名字 剛好跟英文名字很接近 Gizling 所以就英文就Jolene Tom Lene Rina Rina James 然後我本來就叫Andy 然後Andy就很猜誰阿咪 James不猜 哈哈哈 我國中的時候 我很喜歡一個那個 日本女星叫北川鏡子 有一部電影裡面 然後叫做Rina 就說我也要叫Rina 好深哦 欸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五年前進公司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時候主管就很喜歡球星 Arbron James 老闆就叫James好了 江戸森嗎 江戸森 Roberto No Robert De Niro My name is Gizelle Rorado Gizelle Ide Ide Nibis Leandra 那你們什麼英文名字聽起來很漂亮 朋友的英文名字蠻好聽 什麼Kandas 就是蠻好的 是你本人嗎 Kandas 是你本人 我們本來有個同學叫Ila 那種美式甜心的感覺 Navia 然後它的意思也很美 Navia的拼音是heaven 轉過來 Shontel 你的英文名字很男男的 Gizelle 我聽起來很高級 哦 但其實 比較少聽到 Merry吧 Ebay Ebay呢 Merry Shenny纏一山 他手機也沒有什麼在乎 Ebay呢 什麼英文名字聽起來很帥 Otis 超辣 就是一個 很會讀書然後身材很好的 Otis感覺是電信宅男 可能會是Sneak吧 或是Alex Joseph之類的蠻好聽 Peter 就感覺蠻有文藝氣息 但我都是一些芭樂名 Alexander 聽起來蠻帥的 你說因為他很老實嗎 來我走開 什麼英文名字聽起來很時尚 因為很多人都是 英文但直接翻成法文 就是Rina嘛 然後翻成法文就是 Rina 你覺得那種很難念的英文名字聽起來時尚嗎 Tina Chanel 那當然了 Chanel Chanel 自己就是學時尚的 好展示一下 K Katine Kloss 我覺得反而就是中文名字翻成英文其實還蠻好聽的 拿其中的一個字 呃什麼 他在講 他在講 對南鄉村英文名字 美女超難相熟 Tina 主管都叫Tina 而且都是四五十歲的這種 Steven 因為我認識蠻多 朋友叫Steven 然後都蠻差的 就是蠻難相熟的 而且不只一個 就是可能有兩三個都這個名字 對不起 你們叫Gina的也蠻奇怪的 Gina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對 感覺都是那種族 蛤 欸 欸 My Take your time Taking your device 你說你自己是Chanel 會不會太貶低你的駕駛 對 那是用駕駛 他講進去 我是美食部落客 你是美食部落客 你要宣傳一下你的美食嗎 嗯 所以哪一集到底是什麼啦 我就說在這裡 在這裡 好 在這裡